OK我們看一下他整個的這個後花院 這邊包了一個泳池 這邊做了一個泳池 漂亮 小朋友在這邊玩非常的方便 這邊帶水帶碼頭 他這裡還沒有做碼頭 他只是帶了水 他這裡出去可以做一個狂透用的 還沒有做 但是意思就是說有碼頭的批紋 只是這個房子還沒有做 留給買家自己要做 自己喜歡樣式的碼頭就對了 然後我們能看得到 像手就能摸到這種感覺 那你就是Bobbitch 今天一樣非常感謝坤州的好夥伴Ivan 又帶我們來看坤州的土地別墅 現在人是在布里斯本還是黃金海岸? 我們在黃金海岸的這個Bobbitch OK這樣子 你現在台灣市時間是2點 你那邊4點 這個展房是什麼時候要關? 他是關4點的 然後被我留住了 他們讓我們拍一下 我剛剛看到還有人上樓梯 還有人在看房嗎? 對的還有人在看房 OKOK那待會你進去的時候 就鏡頭就閃避一下 因為澳洲人比較重影視 盡量不要拍到人家的臉 可以可以沒問題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好 這是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Maticcon的一套 可以說是一套 已經賣掉的 這個展房一個豪宅 水邊的這一套 OK 這個是五十一個square 五十一個square 就等於是四百八十多平 那我們猜一下我們的售價多少這一套 四百八 嗯 水邊 兩百五 嗯 不對 比較高比較低 高很多 高很多 不會一百五 再高一百五不行還不行 兩百五 我們這個已經賣掉了 我們這個售價 售價已經賣掉了 五百萬 我的天啊 哇塞 OK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可以 我們這個區域在哪個區 我們在Board Beach Board Beach水邊房 好 那我們到主場開車 就五分鐘 就離我們的整個商業圈 就五分鐘的距離 然後是一個水邊的房子 那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MagicCon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第一個建造水平 第二個就是我們可以做的設計 是 還有就是說 有這個大地或水邊房子的人 這個 客戶也可以這樣子幹 OK 那先看一下 那我們進來了 左邊就是 他這邊的一個 長輩房 做客 長輩房 對 其實他也是一個獨立的一個 有主位 是 這個檯面很長 這個可以做雙洗手台的 對 對 能夠做雙洗手台 這個的位置 而且他也 有獨立的這個密碼間 是的 嗯 你看他這種 六百寸也六百的這個 破森都已經上頂了 在這個pother room 是 然後連他的這個門 這個門也升級了 你看這個是一個拉門 嗯 嗯 木的一個拉門 你看我們這是我們 Magical 是 有幾個重點要介紹的 一塊大樓上我就跟大家說一下 好 做一點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看 這是 走過來左邊 是他的這個 嗯 影音室 是 也可以是另外一個客廳 另外一個客廳 有沒有感覺 我們這裡把那個木地板 放在天花板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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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他這裡 大概二分之一的 一個面積都是用的這個 Timber Button 就是這個Timber Button 跟他的所有的木門 他的門 升級需要十萬刀 哇賽 而且這個不只是身體的問題 還有做工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要一片一片貼上去的 這很費工的 對的 好 這裡是他的一個 儲藏鍵 我們看一下他們的一個客廳 板 是用這種 你看 地板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一米二乘以六百的這個Post 最大的一個size 了解 長型 是 越大的 越大的地磚看起來就是 越大氣 才不會顯得小家子氣 對的 但是越大的地磚是越費工 而且耗材也多 因為那一片都很貴 對的 你到了那個長角 你看這裡 你一塊在你削一點下來 削一點下來 是很費工 而且很費很費材料 是很費材料的 OK 這是他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客廳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他飯廳就站著放在中間 然後 他這邊就是他的一個廚房 廚房 這裡有一個說法 我們這個東西就叫做一個什麼 叫waterfall 一個waterfall的設計 就是整個的這個中導台 都是一體的 你看 是 大氣 這個 你看 整個包在這裡 中導台我們叫做 褲布 褲布式 叫做褲布式 OK 然後你在這邊的話 他這裡很強的收拉 你看一下 他整個的收拉 從左邊抽屜 下邊的這個拉門到這邊 全部做成了抽屜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這個超強的收拉 是 非常需要的 對 因為我最近也有客戶 他要求就是要這樣做 他整個廚房的下面都要做收拉 非常需要 換住 那我們看一下 他後面 這裡啊 用了大理石 這個不是 不是原造的 這直接是大理石 哇 這麼奢侈啊 我的天啊 有煙貼到這個大理石上 這樣很浪費 每天動不動都會把它擦乾淨 對的 他在這邊做了一個 左邊做了一個採光窗 嗯哼 然後我們看一下 你看這側面 側面的這個廚房 準備室已經像個廚房大小 是 這裡是普通的一個廚房大小 這裡有四米長 結果這裡是他的準備室而已 我的天啊 那這個收拉室 我在想要放多少的這個 我就最喜歡看那個 乾海參乾鮑魚 放多少才夠 填得滿 填滿 填滿 世界末日來也不用害怕 對的 然後他後邊呢 就是他們這邊的洗衣房 嗯哼 洗衣房 他也做得非常的大 洗衣房大概也有三四 三到四米 的長度 整個長度只有四米 就這個台 這個是被給 給你用作像 創衣服啊 製裝 這是使用的 或者隔疊啊 一個整備空間 使用 然後它上面也做了超強的 超強的這個收拉 給你看 嗯 這也滿滿的收拉 因為我最近別人蓋房子啊 嗯 很多的這個 他們都要求 這個 特別是我們有國內 或者台灣的朋友 或者香港的朋友 他們都很喜歡很高要求的收拉的這個問題 他們都很喜歡做不同的收拉部間 因為就可以 可想啊 因為我們在國內 台灣香港 他們的房子比較小一點 對 對 所以我每次就告訴他們 我說你 你要先考慮這個是一個三百坪的房子 但是他們還是最後強調要做收拉 那我先幫他們做了 OK 我們看一下哈 它整個的這個後花院 這邊包了一個泳池 這邊做了一個泳池 漂亮 這小朋友在這邊玩非常的方便 對 這邊帶水 帶碼頭 帶碼頭 他這裡還沒有做碼頭 他只是帶了水 他這裡出去可以做一個狂吞的 還沒有做 但是意思就是說 有碼頭的批紋啊 只是這個房子還沒有做 留給買家自己 要做自己喜歡樣式的碼頭 就對了 然後我們能看得到 像手就能摸到這種感覺哈 那你就是Bob Beach OK 你看那些包樓 包樓的那裡就是海邊了已經是 最高的拉動樓就是海邊了 對 這手可以 真手感覺摸得到的感覺啦 哈哈 非常的近 哈哈哈哈 哎呀漂亮漂亮 這裡他也做了一個木的拉門 嗯哼 整個都可以打開 夏天的時候 整個把這裡都打開 這個這個吹開來 是 對 所以 開派對的時候非常方便 整個退門打開 客餐廳跟外面的那個泳池 融成一氣 漂亮 對 然後我們說一下這個樓梯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豪宅用的這個樓空樓梯 嗯 樓空樓梯呢 你看整個都能看到下面的 這個樓梯就幾萬刀了 差不多 這個我還正要講這樓梯應該三萬五萬跑不掉 大概三萬塊三三萬多左右 你看我們整個的屋頂 我在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十萬塊錢就花在這種地方了 是 我就放在樓梯口 往這個角度拍 你上來的時候其實你感覺是非常大氣的 你看整個屋頂 一整片 舒服 一整片 然後它用的是地毯 當你樓上的屋頂啊 做這種拼拔拆拆拆的時候 你樓下做地毯是更加舒服 因為如果你樓下也是木 樓頂也是木 所以就很木的感覺了 是 然後你樓下做地毯 樓上做這個的話 樓頂做這個就很有那種 你說 不會太單調 然後比較溫暖的那種感覺 而且你一上來二樓 如果全部全是都是地毯的話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這個空間完全就是要休息 睡覺的地方 跟樓下客廳那種餐廳 那種地磚的那種氛圍感覺是不一樣的 對的 對的 OK 然後我看一下 上來這邊有一個Potter Room Potter Room OK Potter Room你做的很厲害啊 你看它整個都是泥地的 是 清潔很方便 是 而且它整個都是一個瀑布式的 嗯哼 這個basin 是 OK 我們看一下 男女主人最喜歡的主人房 這裡是 嗯 啊 主人房 這裡大概是有 30坪 不算陽台 不算陽台 你這個是普通房間的三倍大了 對的 這個 30坪還不包括 有兩個的這個 衣帽間 兩個 不包括 兩個喔 左右一種 哇賽 這樣子 男女主人不會打架啦 不會打架 對 而且呢 外面還有一個20多坪的這個 陽台 這個陽台就20多坪了 舒服啊 你這個 很多朋友啊 他們蓋房子 他們在想要不要一個小陽台 這個問題 我每次 你看 他是男主人的一個衣帽間 對 我每次就跟他們說啊 對 當你做一個陽台的時候 如果你是做這樣子的陽台 我很強調他們必須要做 因為第一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會讓你坐在這裡 很舒服 就晚上睡前坐在這裡看報紙啊 或者 就是 工作啊 或者看iPad啊 你就會很舒服 看新聞啊 對吧 但是如果你的陽台偏少的話 只有那個 1.5米成一個3米 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建議去做 我寧願把錢 劃在那個outdoor 就是說 在室外 把那個elfesco 那個位置 加大 是 要這樣子的話 上面有個很大的燒烤區 就 把錢劃在 這種地方 這是一個個人喜好 這是我通常會這樣子 建議我的客戶去做的 好 不過這沒錯 你看 我們會依照房子的優勢 我們去把優勢放大 這是沒錯的 放大 對 對 對 OK 他這邊是他的一個浴室 他的浴室 這是一個 淋浴空間 嗯哼 然後 他的那個 那個 3-stand bath 就對著這個海 對著這個水 一邊洗澡 一邊看著那個水 唉 你都是小獸 而且你這個浴缸 可以湯兩個人 哈哈哈哈 小獸 這個我就 哈哈哈哈 這個我就 哈哈 這個我就 對吧 然後他這邊 就是他的一個 一個他的 他的 左衛的 他的 他是分開的 乾濕分離 是 做得非常分開 而且他的basic也做得很好 他basic是一個 double basic 對吧 是 下面也是有泥地的 都是這種泥地的那種 這種吊起來的 下邊的話就很好 不會藏污納厚 是 那我們看一下其他的房間 這種在華人地區住那種公寓大樓住習慣 看這種土地別墅真的都非常的心動 對 你看這邊是一個宴會的客廳 小朋友可以在這邊 對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他的那個 他的另外 一個房間 說是小房間其實這個也不小了 這是一般那種普通兩房的主位的大小 是 這是一般物件的普通的主位的大小 嗯 他也有自己的主位 是 而且你看他的做得很細緻 像這種下水的話 他是做這種 不會像線頭髮的這種下水 我知道 然後他這種的話差不多升級到 現在哈最近 以前呢 差不多是十年前我們最流行的顏色 是黑色的水龍頭 對 這兩年呢 最流行的又變成我們八十年代金色了 八十年代很流行金色 九十年代很流行銀色 對 二千年往後 就是二零一零年呢 旅行的是黑色 現在又回到我們金色了 一段時期都不一樣 但是又依照客戶 就看買家個人喜好 你那個配件是可以自己換的 看你要用黑色的或者是金色或銀色 這個都可以啊 對的 因為我有機會我想拍一組 我們Magicons 的一個視頻 就告訴大家我們室內專輯是怎麼選的 怎麼去深層去感受 對應該下一組我有客人的話 我看他同不同意 我找我找個啊 我找個就是說幫我拍視頻的 就幫我做一組 特別的視頻就是講述我們 怎麼選這個選材的哈 希望做一個這樣的視頻 我們要問一下公司同不同意 好 另外兩個客房呢 是share中間的一個 衛浴 但是他們也有同意自己的衛浴間 明白 我覺得這種設計非常的方便 這種小朋友的房間啊 或者是客房的房間 可以這樣子用 我覺得這種設計非常好 因為這一般在我們華人的公寓大樓 你沒有辦法做這種設計啊 可是你在土地別墅上 你可以做這樣的設計 對的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 是還有裝兩個basing 那就不用搶了 是 而且他們這邊也有自己獨立的bub 是 這當做小朋友的房間 非常好 這種設計非常好 對的 好這邊是最後的一個房間 這是一個母房 然後我們可以說 五位了 三位 對你可以說五位了 對了 因為他這裡 所以也只有一個 對 每一個都等於是主位了 是啊 然後還有Powder Run 所以五位也跑不掉 而且你看他這個超強的收納 所以我說他就升級這種門 你看我們這種門 把它升級成木門 這種木門 每一個的門 升級 還有這個Pinbar Bottom 升級 就十萬刀了 這一套房子 好 那我們這一套案子 如果你說五百萬左右的話 那Mexico在這個建築商 在其他的區域 還有類似像這樣子的土地 適合蓋出這樣子的房子 土地的話 就要等我們 現在一直在等 那個Worchester的那個項目 那個項目的話 是有很多土地可以適合 蓋這樣子的大豪宅的 只要土地合適 我們都可以蓋 OK 但是這一套的話 要求其實比較高了 這一套要求應該比較高 是 不過我們可以理解的是 在建築商的能力範圍之內 其實你只要預算到位的話 比如說你從一百萬到五百萬 這個建築商實際上是都做得出來的 對的 而且可以說我們Mexico 就是最大的建商 這個不需置疑 而且我們建造速度 我們建造速度 也基本上是行業間 最快的 最快的 對很快的一個水準 因為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是我們的工人特別多 是 工人都會特別多 然後一個項目 接著一個項目 一直一直暫時安排下去 我們進度也要比較快一點 是 好啊 那這樣子 藉此我們客戶如果要過去昆州 看土地別墅的話 到時候就要麻煩Ivan來幫忙 沒問題 謝謝Jerry 好 謝謝Ivan 各位觀眾如果對於我們的影片 有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今天內容先到這邊 Ivan我們下期再見囉 到這邊謝謝 拜拜 Fundance Fundance Priy City Ivan City